另外呢 为了带动板桥福州地区的发展 政府规划的第一批合宜住宅 一定在七月招标 年底就要动工了 今天呢 举行了工厅会 除了让营建署说明未来的规划之外呢 也希望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 不过呢 有学者就开始很担心了 希望政府呢 要设定清楚购买的对象 因为呢 一瓶二十五万元的低价格 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来炒作 狭窄的巷弄 社区都是三十年的老房子 板桥福州地区的开发一直很有限 因此政府要接一瓶二十五万的合一住宅 民众很赞成 但更希望先照顾地方的子弟 让它开发出来 才能带动福州地区的一个发展 看百分之几给留给福州地区的 一些比较弱势的民众 板桥福州合一住宅预定地 就在这左右两片围墙内 属于融工公司所有 机电厂已经停止运转 预定七月招标 年底动工 未来将分为商业区 文教区 住宅区 园区百分之六十是开放空间 七成的老数会被保留下来 被两块基地加起来大概十一点多公顷 预计可以兴建至少四千三百户 但有学者认为 合一住宅的目的是照顾弱势民众 应该全部作为出租国宅 杜绝有心人转卖图利的机会 也有学者指出 合一住宅未来要给谁住 需要清楚规定 而将来多了四千多户居民 对环境的影响也要再评估 民建团体认为 福州从以前就容易淹水 民建署规划升台制洪池 却不能保证对制水有效 交通也只提出开批马路和大众运输路线 其他细节全部交给德标的建商 加上提供容积奖励 根本不能防止有心人炒作房价 呼吁政府多听民众心声 真正落实合一住宅的美意 记者黄一如庄志诚新北市报道